继续来看到是陈汉点 究竟心中的女神是谁呢 这次平时爱捉弄她的小S跟蔡康永 特别呢帮她想说请到心目中的女神到节目来 但原本以为是圆梦 最后还是被摆了一刀 我们欢迎她一二三 欢迎她 没打开立刻吓到傻眼 实在不敢相信女神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陈汉点开始在对方身旁不停打转 就是想确定这不是墨镜 你们知道吗 这个是陈汉点想要追的女神 是她认真要追的 她认真要追她 上次她在节目录影的时候 为了慧文叫小宗闭嘴 汉点是真的想要追她吧 没有就真的还是在认识的阶段 对 你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什么程度就 很有嘛 很有 本来就不算言辞的陈汉点 在逼问之下讲话再度结巴 而且两位主持人还单刀直入 直接问出关键问题 似乎就怕被女神当场打枪 陈汉点想插话 却立刻被大家支持 她这辈子有没有机会 看诚意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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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说你现在对她的感觉 你讲实话是已经有一点点喜欢了吗 有机会 还在认识当中 你有没有高兴我们帮你把她进来 我觉得蛮 蛮惊喜 就是 我还以为刚刚后面没有人 我康哥真调皮 还有一台 就真的有人 你们等一下是要 他喜不自身 你刚 兴奋之情 以言表 眼看美梦 就要成真 喜欢捉摸她的康熙 再次摆她一道 让她从天堂 掉进地面 那如果手牵手离开现场 会不会太过分 可以了 你抱得动人家吗 我抱得动啊 你抱得动啊 你怎么今天那么快 你很想抱吗 今天最后就是她抱成是想离开现场 帅 帅 好快否定 再来 再来 继续林文凡 还没报道